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电影速度 我是爱看电影的红哥 今天我们要速看的电影是《功夫联盟》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失我们每一部新影片 《功夫联盟》是一部于2018年 在中国上映的功夫喜剧电影 该电影由赵文卓 安智杰 陈国坤 杜宇航领衔主演 剧情主要讲述身为漫画家的男主 在某天召唤了棋笔下的 四位武学宗师黄师傅 霍大侠 陈阿珍以及夜省神秘人来到现代 并与反派历经命悬一线的正邪对抗 帮助主角完成梦想 功成身退的故事 该电影由香港导演刘振伟指导 导演于1990年 因撰写与指导了 让周星驰声名大噪的 董盛而闻名香港电影界 导演与周星驰陆续炮制了《回魂夜》 《大话西游》系列等票房表现平平 但是口碑极好的电影 刘振伟也为王家卫监制了重庆森林 《东邪西游》 《堕落天使》等艺术片 其也利用了《东邪西游》的原班人马 拍出了《东城西旧》这类喜剧经典之作 千禧年之后 刘振伟北上发展 指导了《大话天仙》 《大话西游三》 《仙球大战》等荒诞喜剧 其电影票房与口碑接连失利 一度让人怀疑其已将亡裁尽 2018年 刘振伟决定再次向影迷证明 自己非池中之物 刘振伟的武打演员参演 并以四位武术宗师穿越到现代为学头 以中国传统宗师武术精神为内核 打造中国版复仇者联盟 集结打倒反派 拯救世界的电影 究竟刘振伟能否平级功夫联盟 决定翻身 重拾其荒诞喜剧电影鼻祖的美誉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剧情一开始就讲述了 男主是一名胆小怕事的漫画家 某天 男主鼓起勇气 决定向暗恋已久的女主表白 碰巧 男主的老板也喜欢上女主 他在知道男主要向女主表白之后 便耍了一些小手段 污蔑男主在公司偷东西 逼迫男主一致 男主白口莫辩 只好走人 今日正值男主的生日 事业爱情两头空的男主 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怨天怨地 此时 男主许了一个生日愿望 希望其漫画笔下的角色 现正深 帮他追导女主 突然 男主的漫画手稿 一张张地飘散在空中 镜头一转 画面就带观众 进入了黄飞鸿居住的 故乡佛山 交代了黄飞鸿参与 武士锦标赛的过程 晚上 黄飞鸿梦到了男主 一觉醒来 就穿越到了恒电片场 黄飞鸿在片场 撞见了金舞英雄陈真 两人因为一个 无关紧要的小事 起了争执 在巷子里过了几招 两人随后遇到了 一代宗师叶问 以及民族英雄霍原甲 四人惊觉 做了同样的梦 各自携带了一串数字 穿越到了现代 并怀疑这串数字 与男主也关 于是 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便是寻到男主 就能够回到原来的底 途中 他们闹了不少笑话 例如 三人骑着马 在马路上奔驰 三人携马搭轻快铁 到快餐店里餐里 我皇帽人是绝对 罗歇 对不起 对不起 救人啊 期间 他们巧遇女主 女主善心大发 给了他们一笔路费 不料 四人刚拿到路费 就被劫匪抢走 四人穷追不舍 追到了劫匪的大本营 并快速地制服了 劫匪一群人 人非圣险 孰能无功 各位兄弟 在下佛山黄师傅 你是黄师傅 那么他是周天伦 上 最后 他们在劫匪头目的帮助下 解开了那一串数字的印度 谜底就是男主的电话号码 之后 他们拨通了男主的电话 并知道男主会于今晚 在武术馆与女主见面 四人便与劫匪头目一起到武术馆 寻找男主 到了武术馆之后 黄飞鸿在补物堆中发现了 其妻子十三姨 写给男人的情信 霍原甲面露南色 似乎是给黄飞鸿带了绿帽 之后 男主与四人撞见了男主的前老板 与女主表白 身边还带了在周星驰功夫电影里 饰演最终反派的火云邪神 火云邪神发现了宗师四人 其一时寄养与黄飞鸿 在台下较量一番 火云邪神的蛤蟆功频频发力 黄飞鸿以独门绝学 无影脚回击 两人你来我往 你一招 我一试 打得难分难减 平分秋色 眼看男友胜负之分 陈真与霍原甲将铁链缠住火云邪神 并趁空道将男主救出 四人让男主许愿 将他们送回原来的世界 男主不肯 还顺势要黄飞鸿教他武功 帮助他在来临的五道大会 获得冠军 赢取奖金 黄飞鸿在无可奈何之下 接下了这个任务 隔天 黄飞鸿提议 让男主打通其三脉七轮 否则要练就爵士武功 比登天还难 然而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四人决定与男主一起参赛 让男主一路顺利通关 赢得比赛 接着 黄飞鸿知道了霍原甲 给他戴绿帽的事 伤心的他一度撞墙自杀 怎料 这一撞 力度是大了 撞裂了墙壁不打紧 还伤到了霍原甲 比赛之日 黄飞鸿对上了 前来参赛的火云邪神 受到情伤而毫无斗志的 黄飞鸿在台上 站着不动 火云邪神健壮 便对黄飞鸿一阵暴打 最后 在霍原甲与男主的 一阵精神喊话之后 黄飞鸿的斗志燃起 将火云邪神打倒在地 爵士武功 蛤蟆功与无影角 终于分出了胜负 此时 黄飞鸿收到男主的通知 知道前老板已将女主绑架 并让男主前来营救女主 主角一行人 到了约定地点之后 看见男主前老板 穿上高科技装甲 准备迎接各路高手 前老板依靠着装甲的黑科技 将所有高手的一招仪式 记录在内 并破解了黄师傅 陈真和霍原甲的武功招式 将他们打趴在地 就在前老板要送黄师傅 最后一程的时候 男主前来挨打 怎料 男主一不小心 被打通了三脉七轮 体内的潜力被无限激发 成为了一等一的武术高手 最后 男主轻松地将前老板击败 赢得美人归 宗师们也功成身退 被送回了古代 皆大欢喜 电影结束 那么 《功夫联盟》 究竟是不是一部 刘正伟导演的翻身之作呢 显然并没有 该电影上映后 口碑扑街 电影下映前 仅取得了4938万人民币的票房 片方足足亏了7.3亿 此次票房的失利 让刘正伟导演被敢挫败 直至今日 他再也没有新片上映 那么 该电影为何以票房惨单收场呢 首先 是戏里的武打编排 让人大失所望 《功夫联盟》里的演员 除了赵文卓扮演的黄飞红 和陈国坤饰演的陈真 有足够的武打戏分外 其他几位演员 只是来这里打打酱油 让人有一种 看不过瘾的感觉 尤其是最后男主 与前老板的对决 让人最为失望 前老板的科技盔甲 显得特别廉价 男主的觉醒过程 过于随便 试问 有谁会想要看到一个没有付出努力的屌丝 在一瞬间获得爵士武功 开挂打败强敌呢 导演 你该不会真把电影剧本 当网络爽文来写吧 再来是 该电影主打以功夫喜剧为主旋律 但其剧情却无法将这两种元素融为一体 与其说该电影主打功夫喜剧 不如说是翻炒港式情怀IP的右翼失败之作 这部电影不仅毁了港式功夫片的经典IP 也葬送了刘振伟的导演生涯 究竟未来刘振伟导演能不能导出一部翻身之作 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功夫联盟的推荐指数为一颗星 以上就是今日的电影最热评 我是爱看电影的红哥 我们下部影片见